南韩最大的国际航空公司大韩航空 2020年11月宣布 整并另一间南韩品牌韩亚航空 收购63.88%的股份 南韩公平交易委员会经过审查 终于在今年2月22号批准两家公司合并 但有附加条件 国内外新级航空公司が 들어오거나 既存航空公司が 증편할 경우 2会社は公館에서 받은 時間帝別運航空公司のスロットを 의무적으로 반납해야 합니다 また、沿途、沿途、沿途、パーリ等 11名国际路線は 国内新規航空公司 진입と 既存航空公司の征券で 運航空公司を 반납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南韩对外交通中央門戸 人船国际機場 大韩航空、海洋航空合計 占有40%的客運及貨運服務量能 低于构成垄断的水準 南韩公平交易委員会要求2家航空公司 南韩大型航空公司首次合併 大韩航空去年1月 向美国、欧盟等9个国家 提交了企业併購申报書 目前已经获得土耳其、泰国 以及台湾批准 还有6个竞争国籍地区 尚未点头 合并之后 大韩航空的规模将从全球第18名 篡升到第10名 大韩航空计划 今年完成并购程序后 2024年与海洋航空合并 成立一家实体公司 南韩航空业界迎来重组新面貌 但也担心 现有市场被国外航空公司 乘序而入 让南韩国内航空失去国际竞争力 同一时间 南韩廉价航空也在找寻新蓝海 有着橘色标志的冀州航空 过去找来K-POP偶像东方神奇代言 塑造活力情形形象 深受年轻人欢迎 但疫情爆发后 科运商机全泡汤 他们计划将目前正在营运的客机 改造成货物专用机 透过高附加价值的货物运输 增加收入 另一件年价航空德威航空 计划5月开通中长程航线 5月前引进三架中大型飞机 将以合理价格提供澳洲和欧洲等长途航线 至于陷入破产危机的 依次打航空也重新回到市场 最近进行管理人事调整改组 目标今年上半年内 重新开通南韩国内航线 今年内将客机增加到实价 也考虑加入国际航线 经过疫情大洗牌 南韩国内各家航空重新拟定策略 杀出一条胜路 PBS新闻综合报道